Hello 大家好 Happy Sunday 我們坐在Stanley Market的Merry House很開心 今天整晚在這裡看了一年七本的 《逆境志強》營商的書 我多謝火柴頭工作坊 Raymond Publisher 送了幾本書我看的時候 之前我也有看過 今天一年看了七本 說在疫情中 雖然非常困難 加起來的時候 這裡有25個創業者 20個創業者 40個 35個 56個 再加上這個55個 數好手指的時候 是231個不同的 疫境創業裡面的企業家 怎樣能夠在疫情這麼差的情況下 能夠生存 幫助身邊的同伴 遇到疫境越差的環境 反而他們變得越強 開心的地方就學到很多 他們人生的故事 不開心知道嗎 老婆 你說吧 不開心就是現在疫情過後 結果仍然香港有很多人 不斷地去噴歡 不斷地覺得疫情過後 比疫情期間更加困難 究竟覺得由香港已死 沒有自己的優勢 所以也不斷地去噴歡 我反而不開心的是 為何疫情期間 這麼難做生意 疫後仍然這麼難做生意 這個我是很不開心 其實怎樣能夠正面面對多些 老婆你說呢 我覺得最重要是我們學會 看見那一部分 是甚麼意思 即是當你看著對方 看見他最厲害的一面 最厲害的一面 我經常都覺得 你要改變世界 有時不如改變自己 世界你改變不了 但有時候究竟是世界的問題 還是自己思維行動的問題 是否應該隨著世界改變 那你的生意模式 你所銷售的產品 你服務人客的方式 都要有所改變 所以為甚麼疫情過後 很多人覺得香港已死 或者北上消費 客人在香港的時候 的消費也不會多 很難做 但經常都是 不如改變一下自己的生意模式 的時候 疫後 現實地那個餅是大了 亦都有很多的生意大了 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很多時候叫做 Winner takes all 自己能不能夠成為那個Winner 去改變一下自己的心態 所以這句話 是希望能夠和大家 疫後多多加油 老婆 最後一句話是甚麼 其實香港有很多 很理智的故事 很多成功個案 多點看 多點支持 香港人的成功 還有你有時間 到書局 特意找這個 火柴頭工作坊 他有很多很理智的書 看別人的 《易經》裡面怎麼創意 亦到疫後的時候 要改變世界 改變自己 迎合新消費的常態 成為這個人家 我要改變自己 改變別人 改變甚麼 改變自己 先改變自己 先改變自己 先改變自己心態 多謝了 但當然對女婆就不要改變了 千萬不要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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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變自己 迎合她需要 再見 拜拜